吹水到柴灣 大家好,各位柴灣的街坊,大家好 今天來到柴灣環翠村一塊和大家吹水來見一下 我身後是柴灣環翠村第二期 柴灣環翠村第二期和四十字徑村的舊街坊打了招呼 八十年代初期清拆四十字徑村 大部份有很多四十字徑村街坊都搬來環翠村第二 當然我自己都是一份子,我都住了一段時間 特別是這條天橋 每天上班都會經過這條天橋去坐地鐵 當時叫做地鐵 今次回來後自己都很懷念 以前環翠村底下有個街市和美食廣場 現在就轉了 這裏全部都是大排檔 我記得了 有一間叫三家的大排檔 放了桌子出來就相當熱鬧 早上還有粥和腸粉吃 現在全部都不同了 我自己上當年在這裏 都和很多街坊朋友 隔晚就來這裡宵夜 坐大排檔真的相當有風味 看著它炒 這次走回來環翠村的三樓平台 自己都相當懷緬 我自己對柴灣也有一種很強烈的懷念 為什麼呢? 我第一份接觸到飲食業的工作 就是柴灣的工廠區 一半80秒就搬來這裡住 每次回到這裡 自己有一種很強烈的歸屬感 特別是走回這個平台 因為這個平台相當舒服 在這裡走 因為差不多是街坊才可以在這裡走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公屋很少有這類型的平台設計 後面那裡是什麼呢? 後面那裡已經是柴灣的墳場 叫做歌連神閣 我以前在這裡住 一出門口就看到了墳場 我們都已經習慣了 已經是冷 還有一個山景 沒有什麼 大部分的景物都沒有變過 我自己在這裡差不多住了十年時間 所以對附近的環境相當熟悉 我第一次在柴灣的工業區 正如剛才所說 接觸飲食業 在柴灣工業區做暑期工 我考車牌 我都在柴灣考 正正位於我身後 這邊是新夏街 新夏街 由街頭到街尾的位置 正正是柴灣泳池 上去那裡斜路的入口 我當年在那裡考貨 大家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你考車牌會在柴灣考? 眾所周知 當時香港島考車牌 全部都是在政府大球場附近 那裡考 因為有一段時間 在那裡不知是修路還是什麼 將市場搬到柴灣 我當時是考貨車 由柴灣泳池底下 在那裡開始起步 上那條斜路的 然後進入工廠區 這裏我真的相當懷面 因為是得到我人生第一個車牌 在新夏街街口 回到橫翠村利翠樓對面 現在這裏建築物 正正以前柴灣戲院的位置 在柴灣戲院 正正落在永里商場底下 永里商場底下 很多小販在這裏買東西吃 當年我還記得有個沙爹腦 相當勁 這沙爹很好吃 柴灣還有兩三個相當出名 例如這個 這裏也有名 身後的建築物 是一個公廁 公廁也有名 當年的港督鵬景床 是來這裏展彩的 來公廁展彩 高不高興 大家可以看到公廁的頂部 它採用環保式設計 自然透光 今天這麼好天色 除了出來看公廁 這裏當然要用沉皮出來曬一下 多好天色 現在柴灣戲院還有一張BANNER 不知道是甚麼 陶玉兄弟 還有張柏芝嗎 不是張柏芝 是張繼聰譚耀文 多厲害 12月3號 難道今天 由公廁向右手 走 就是柴灣臨時街市的地方 柴灣除了公廁出名 有一間食蕭蠟也很有名 大家知道嗎 這裏叫做新桂香燒鱲 這裏最前面是火雞叉燒 我以前在這裏幫探 不是說斬幾千叉燒 是全部一條條去斬 還有些甚麼呢 燒鴨、雞 還有些燒肉 我身後有新桂香的叉燒 我自己有相當之懷念 更加懷念就是前面 叫做魚灣村 一條幾十年歷史的 真是老牌東屋谷屋邨 有甚麼特別呢 樓底矮 大家都看到有多少層 數起來都是五層至六層 我小時候 來到鋪魚 通常都跟朋友 sjung 在新桂香買去了叉燒 後來我們又之後 找了魚灣村 和大家回去工廠區行urs 如果拍攝台灣 我想拍攝四集都講不完 以前電影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台灣還有很多好東西吃 除了沙爹蘆 叉燒, 當時在小西灣還有一個糖水人, 相當出名 出名到怎樣? 在街邊的人都排隊去買的, 排十多二十人 因為正在小巴站口, 下車的人都買糖水 相當之虛陷 我們從街市出來, 穿上剛才那條天橋 這條天橋正是柴灣的地標 因為在湖旋處中間四通拍達 我們經過新穗商場, 穿上工業區一帶 再補充一點, 柴灣有兩間戲院 一間就是在這裏, 連城道對面 當時有一間柴灣戲院 柴灣戲院再上一點就是 現在中間有一個頂頂大名的 叫做興華村義奇 興華村義奇有什麼出名? 出名是迷宮 你有Google你都行不行 跑出了驚豔 如果我是有興趣的那裏可以留言 有時間讓大家到達駛駛 再找以前好車道 calculation 又會進去小西灣逛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就留言分享 出發來這裡又見到 現在天氣冷,吃這些是最棒的 大家記不記得我講的什麼? 白色的是什麼? 我也知道,留言吧 不要顧著吃才行 這麼漂亮的景色 這麼新的高樓大廈 但始終都掩蓋不到 柴灣工業村一個地標式工業大廈 幾十年歷史 我當年在身後幾座工業大廈留下不少腳毛 我們做飲食業,剛入行做年輕人 就做些下四門的工作 什麼叫下四門? 洗東西、切東西等 比下四門更低 我入行做這些 做洗碗、送外賣 第一代的外賣速遞員 這幾座工業大廈留下不少腳毛 當時香港也是一個工業 相當發達的 有什麼工業呢? 有很多製衣廠 有很多塑膠用品 甚至乎做風扇也有 甚至乎做風扇也有 做成衣什麼都有 更加地標式的就是我身後面這裡活化了 當年就叫做 第一代的公屋就是這些 有什麼特別呢? 以前那些公屋 廁所是共用的 洗澡地方 現在就將它活化了 保留在這裡 多漂亮 剛入行時又初生之族 剛學習廚房、水吧 當時老闆就是大酒店出身 想不到在飯堂裡做 我身上都學了不少東西 當年最開心的是什麼? 認識很多工廠妹 如果認識我聲稱 別人就商品多士 奶油多奶醬多 認識我 或是奶油尖醬多 什麼都有 還加上鮮油 開心嗎? 除了在蜆殼工業大廈 其他有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但有一樣沒有變過 就是大排檔和熟食市場 現在就帶大家去找食 進來吧 這麼多人排下 大家知不知道會吃什麼 車仔麵 這間有什麼吃? 都是吃車仔麵和撈麵 都是吃車仔撈麵 一股情懷 很小的吃到現在 老婆 粗麵 麻煩你 粗麵 魷魚 大腸頭 和豬紅 麻煩你 魷魚腸紅 大腸頭 這道是吃車仔撈麵 有時候都說 吃撈麵 一定要吃蔥麵 普通車仔麵 吃油麵 吃撈蔥麵 一定要來台灣 其他地方就吃不到 這些油魚酥就好看 這油魚酥不漂亮 台灣的油魚酥 還要是菜肌 對呀 還要是菜肌 對呀 你別說這句 好 好 好 麻煩你 這裡 有食物 有食物都可以 除了 口罩 看看麵 吃這個撈蔥麵 最重要的是 辣椒醬 一定要有辣椒醬 這間的撈蔥麵 不太多 但是 真的相當之夠風味 那我先吃東西 吃完一些好吃的食物 懷至超滿足的心情 這次的車仔麵 正正是吃當年的情懷和味道 我身上是位於三簡屋 叫博物館 今天的柴灣吹水篇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看我星星吹水 喜歡這類型懷舊影片 請按LIKE我星星 喜歡吃車仔麵 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兩者都喜歡的 加入我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吹肉 拜拜 還有請留下 是否還能做到 下條影片 要得到 下條影片 請留下 錄下 我們 感谢观看